您之前在新东方是做什么的 然后为什么要离开自己创立高徒 和于老师和东方小孙都是什么样的关系 对您问这个话题太敏感了 我是农村孩子 在农村县城和小镇教书教了十年 然后在1998年的时候 到中国人民大学国际经济系 读硕士和读博士 我是如此的幸运 能够在那个年代加入新东方 我创造一个中国的真正的记录 就是在2002年的时候 我拿了三万块钱 三万块钱去创办武汉的学校 那一年之后 这个学校就做了 1500多万的利润 4000多万的收入 大概到今天 20年多后的今天 中国还没有能够超越 也就这样的原因 03年的时候 董事会就调我到集团 做这个二把手 做这个集团的副总裁 我是如此的幸运 能够和于明洪老师一块 一室一游的工作了14年多 我是如此的幸运 赶上了中国和新东方的 真正的陡峭的增长缺陷